是两座因山而闻名的城市 在中国贵州的同仁 范靖山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我现在一口气已经提到桑跳 真的有点害怕 在意大利的纳布洛斯 又是什么山曾经让人闻风丧胆 这里有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的美式 哎呦 像百多条就着那个辣酱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比萨老店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两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盛楠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对话的两座城市呢 它们都是因山而闻名的 一个是中国贵州的同仁 一个是意大利的纳布洛斯 两方嘉宾分别是来自同仁 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吴央 而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潘磊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二位 用他们认为可以代表 他们所介绍的这一座 城市的语言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要到城市一对一来 介绍我们同仁 造的新分系列 前面我是听懂了 大家好 来到城市一对一 对 后边是那一串 我就没听懂 可能我们那边方言啊 揪快了可能有点难懂 我是说的是 能来城市一对一 说我们同仁 早就兴奋起的 早就兴奋起来了 就是很兴奋的意思 怎么讲 你觉得很兴奋 倒都兴奋起来了 我做到兴奋起来了 关键是他说得快了以后 对 就听不出来 稍微慢一点才能听出来 叫节奏真好 这次我们介绍的是意大利 用意大利语 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晚上 因为晚上都会去 喝一小杯意大利人 如果看到了美女的话 就会说 Bana Saina Signorina 什么意大利人 比我们难懂多了 意大利人 之前他一定要先恭维你一下 他就是 美丽的姑娘晚上好 而且还带着有 另外一层意思 是我可以请你 喝一杯酒吗 有这种潜台词在里面 那如果姑娘说可以 怎么说 OK 一看就没多久 我们那边看到美女 会有说 怎么说 你装得太好看了 你也装得很好看了 太好了 我们今天互相 恭维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旅行了 对对对 开始吧 好 我们去看一看 童人有怎样的特色景致 大家好 现在我就到了童人 为了更好地领略 这里的美丽 我今天可是专门请来了 童人电视台的主持人 雅馨 哈喽 刘馨你好 大家好 雅馨 我发现从这儿看过去 周围真的是一汪碧水 不过我们所站的这儿 怎么是湖中间的一座孤岛 这个地方叫做跨敖亭 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 和我们童人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因为童人开始于这儿 相传在元朝初年 有人在这亭子下面 捞出了三尊童人 分别是孔子 老子和释迦牟尼 童人由此而得名 但是后来 朱元璋为了体现自己的人质 就把一撇一纳的人 改为了仁义的人 并且沿用至今 那今天咱们就从这个 对于童人 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 走进这座城市 童人位于贵州东部 武林山区腹地 地处前乡于三省交界处 素有前东门户之称 这里居居着土家族 苗族 洞族等28个少数民族 风光秀美 文化多元 来到童人 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范靖山了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范靖山了 范靖山我可是九文大名了 在我们贵州省2017年 形象宣传片当中 范靖山可是第一个镜头就出现了 很有分量啊 是啊 所以说范靖山 不光是我们童人的一张名片 更是整个贵州的一张名片 那咱们赶紧加快脚步吧 范靖山位于童人东部 是武林山脉的主峰 海拔2572米 总面积567平方公里 是一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 佛教名山 而红云金顶 是感受这座名山的最佳地点 小夏 你看 现在在身旁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红云金顶了 我觉得越走近越觉得 这种惊险程度在加强 没错 真的有多高 它的垂直距离并不高 只有94米 但是你看到没有 它是特别陡的那种 没错 尤其你看右边 是这么样一个角度 我都有点不敢爬了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红云金顶带给咱们的红云 怎么样 快走快走 天哪 哇 你看啊 只有这么一条锁链 是啊 就是这样的 然后抓着 这边的台阶可能连一只脚都放不全 我现在一口气已经提到嗓声 这个时候不要再往下看 真有点害怕 这个只是一小部分 一会儿我们再往上走的时候 看这边 刘姓 看这儿 大家往上看 如果是你的话还敢往上爬吗 苦笑的刘姓还不知道 这天梯可是单行道 只能上不能下 看来 硬着头皮 也要继续前进了 我们现在呢 是差不多到了这个半山腰的位置 到这儿以后 我觉得 好像空气有点变凉了 这个链条 都很冰 经过大概20分钟的攀登 终于快到金顶了 就在即将登顶的时刻 山体裂开的一线天 再次把刘姓 吓出了一身冷汗 终于到山顶了 可是我想象一下 在山顶的位置 突然出现了一线天 会被风一吹过来 我们就被吓在中间了 刘姓 您可真是有想象力 你看这横跨在一线天上的石桥 都纹丝不动 您有什么可担心的 一线天可是经历了 十几亿年的考验了 登上金顶之后 您不仅能够饱览范靖山的美景 这金顶本身也是大有说头 您看这由一线天 风格而来的两座孤峰 分别供奉着 现世佛释迦牟尼 和未来佛弥勒 其中最为珍贵的 就是这尊弥勒佛的真身像 很多人来到范靖山 也是为了一睹他的真容 真的是没看够 也给我们说一说 刚才短片里就说 提到贵州 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范靖山 可见它是一张风景的名片 那为什么范靖山这么有名呢 刚刚我们在小片里面 也有看到 在范靖山的红云经顶上 供奉着弥勒佛的真身 而且范靖山 它还是全国唯一的弥勒道场 它是与五台山 和美山 普陀山 九华山所齐名的 五大佛教名山 这不光是我这样说 在范靖山上 还有很多的景观 还有故事 它都和佛教有关 跟我们讲一个 西游记大家都看过 都耳熟浓详 传说这个玄奘和尚 西天取经返回时 他锁成他帅气的白鲁马 穿云破雾 经过范靖山 然后不慎就从他的白马上 跌落了一叠经书 经书跌落到了范靖山 就有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 叫做万卷书 是我们后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像不像很多叠经书 一罗一罗经书 还真的是 特别好看 其实它是叶炎 叶炎的纹路 就是这样一叠一叠地起来的 以后我们见到 这样纹路的岩石 我们知道它叫叶炎 长知识 所以在咱们范靖山 有很多东西都跟佛有关 你也经常会去看一看 经常上去 在咱们范靖山可谓是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时间 都有不同的景色 甚至不同的角度 都有不同的景色 刘信他们去的时候是秋天 你看他美得比较通透 他春天就是属于生机盎然 夏天就五彩斑斓 但我最喜欢冬天 我是南方孩子 很少见到雪 那见到雪都跟风了一样 我们把范靖山的山下 就属于说成是凡间 凡间真的七八年 没有下过雪了 但是范靖山上 每年都下雪 非常美 厚厚的一层雪 把整个范靖山都覆盖住 我发了几张照片 给我们编导 完全变了一番模样 对 这是在哈尔滨拍的吗 凌庄素不凤 真像那个冰雪之城 是吧 冬天的景色是完全的 这简直不像是在贵州 贵州就很难见到 我刚才说 这简直就是像在哈尔滨拍的 去看冰灯去了 可能是 真的是 很难见到这样的一个雪景 没想到 因为说到范靖山 我总想着在贵州这样一个地方 应该都是绿的 是有颜色的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颜色里面会有白色 可能是因为海拔的不同 冬天的范靖山 可以看到雪景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让我们叫绝的 这亚新让我去苗王城里边找他 可是你看这城门 这十打十给拦住了 看出来了吧 蓝门酒 这些贴心的亚新 这苗王城也不得不看 来吧 谢谢 是要喝了整整这一排的酒才行 对 他应该是 喝过太多蓝门酒 都知道归酒了 顺着喝 顺着喝 谢谢 雅新 想去我们苗寨哪那么容易 快来干了这碗酒好看 谢谢 其实这是我们苗家人欢迎远道而来的 贵客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节 那我得喝 快干了吧 好 既然这酒已经干了 怎么样大伙 空语国语 空语 来 欢迎来到苗王城 谢谢 谢谢大家 苗王城位于同仁东北部 面积十平方公里 始建于明洪雨初年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最早是达邑苗明掌官司住地 如今这里还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 在此居住 行走在城中 可以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家人 所传承的苗族文化 刘相 你发现没有 在我们苗王城里面 随数可见这种学习苗语的题板 这边就有一块 是啊 所以说到了我们苗城 是不是要学几句苗语啊 那肯定的呀 这个是汉语的我想你 用苗语 你先说一遍 我对着你说啊 那当然啊 刘相 他说的标准了 他说的标准了 我还行 当然来到苗王城 苗族姑娘身上的服饰 也是大有看透 据说这一身华丽的银饰 最重能够达到二十多斤了 不仅如此 您看着上凤下龙的装饰 也是体现了女性 在苗族的重要地位 除了银饰 这样的头帕 也是苗族服饰的一大特色 您可别小看着头帕 它可是大有来头呢 怎么样 咱们这个头帕好看吗 嗯 而且我发现 姑娘头上的这个头帕 要比小伙的这个要高了 有三倍了吧 怎么这么高呢 因为它里面可以放那个手帕 和红衣服那个针线 哦 那其实相当于 我们现在女孩的手提包啊 你看苗族姑娘们多省事 直接就放在这个头帕里面 你觉得这有多长啊 这个还真猜不出来 这样我们姑娘既然已经缠好了 我们就不打开了 我们把小伙的这头帕打开 看看有多长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行 那咱一起来看一下啊 我估计没多长 因为有姑娘那个做对比 明显都比那个要小嘛 小得多 小太多 但是您看一下 它有多长 你看 不直 这都是她头上那帕子的 对 男生头发 现在已经超过五米了吧 天啊 看着不显眼 现在我们把尺子 沉直 和这个头帕都给它拉直了 这边应该是已经到十一米了 是吗 哇 十一米还多一点啊 大家看起来怎么样啊 这还仅仅是小伙头上的头帕 我觉得女孩的 那应该得有个二三十米了吧 可不 这个头帕刚才有十一米多吧 哦 那么长 为什么呀 那个时候我们那边扇锅嘛 在苗族可以用这个头帕 作为速降或者攀爬的一个工具 那还当绳子呗就是 就当绳 而且啊 这个头帕特别结实 你看你看 路 看 上去也更快 武林高手啊 哦 天呐 他们都习惯了 用这个拆下来 直接可以拿到这个 速降攀爬这样的一个作用 绳锁 而且这个特别结实 是用麻 用那个织布机 一点一点地织起来的 所以它是非常结实的 真没想到 厉害吧 这不仅是厉害了 这是神奇啊 也让我想起来 现在流行的高空瑜伽 也是拴一根绳 然后在上面做动作 我看这个苗旁的结实度 不亚于那个绳啊 圣兰姐的想法都特别现代啊 是一个我们带来的 这个来自于同仁的景色 让我们生发的想象 还有什么好看的景吗 咱们再看看去啊 行 苗旺城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 城中保存完好的民居 吊脚楼随处可见 但要说到苗旺城最绝的 还要数着错综复杂的巷道了 城内有十一条巷道 巷道与巷道之间差路繁多 被誉为是八卦女工 有事啊 哪儿呢 这儿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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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这么危险 还拿着枪指我 你这什么情况啊 在埋伏敌人 你先出来再说吧 好好好 等我等我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刚才你看到了 这个小窗口啊 它叫做偷袭门 在我们整个苗旺城当中 有很多真假难辨的巷道 还有很多这种角 如果有敌人来入侵或冒犯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后面埋伏敌人 保全自己 其实刚走过来 我以为这就是两面连着的墙 但真没想到 在这边还有一个暗角啊 是吧 所以才给我们去偷袭的机会啊 还真是 我发现这苗旺城里边 可是处处都有着 很精巧的设计 暗藏玄机啊 特别有意思啊 我觉得到了苗旺城 可以感受风土人情的同时 也能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暗藏的玄机 在小片可以看到啊 这个苗旺城 它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 而且道路也比较狭窄 但是确实苗族人民 因为他们的聪明材质 所建造出来这么一个不大 但是充满玄机 异守南宫的这样一个堡垒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苗旺城 苗旺城的位置啊 是非常独特的 它属于三面环水 三面绝壁 而且苗旺城啊 有四个城门 城门内有十一个巷道 巷道内有十一道寨门 而且啊 只要有路的地方 它就有石墙作为屏障 刚才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苗旺城 不是景区那么简单 对 好像有老百姓在里面生活啊 对 它不光是一个景区 其实它更是一个 在深山里面 能够让人家去探寻的一个地方 而且苗旺城 现在就像盛兰姐说的 还有很多人在里面生活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 更加贴近于幸福 因为他们的房屋的构建 还跟以前的一样 就是一家连着一家 前家门的后门 它连着后家的这个前门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晚上吃宵夜 都不用发朋友圈呀 你这一煮香味飘到别人家去 这都没发睡起来 跟你一块吃 大家一起长胖 你觉得意味着这个 我觉得意味着这个 哈雷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就跟咱们现在 城市里边钢筋水泥的 这个有极大的这种反叉了 对 我们现在邻里之间 基本都不熟嘛 我觉得那儿简直了 那就基本跟一家人一样了 对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苗王城的 这个苗族的朋友们 就是一个大家庭 对 特别的圆勇 对 好 这就是美丽的同仁 带给我们神奇般的范镜山 又带给了我们构思 精妙的苗王城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 意大利的纳布勒斯 有怎样浪漫的风景 纳布勒斯位于意大利南部 是仅次于罗马和米兰的 第三大城市 面积117平方公里 变形的地中海气候 让这里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一年四季 阳光不照 不仅如此 纳布勒斯还是地中海 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来到这里 当然不让要看的 当属维苏维火山了 它可是被誉为 欧洲最危险的火山 维苏维火山 位于纳布勒斯市东部 海拔1281米 它是座火火山 历史上曾多次喷发 因此世界上最大的火山 公厕所也设在这里 我们的嘉宾潘雷 来到纳布勒斯 首站也选择了 前往维苏维火山 维苏维火山 你是近看者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就是太巨大了 尤其是我要站到那火山边上 我趴着看这炉子里边 到底什么样子 对对对 特别想知道 看究竟 特别有这个动作 特别想这个动作 我们所有人其实也是的 其实真正到了这个山的 这个火山口 这火火山口 有点这个 要这个意思的时候 但其实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是为什么 我们在高空看的时候 它像一个大盆一样 但是在平面去看的情况下 因为它面积非常非常大 路还是非常平整的 平整到什么程度 上面可以并排 跑四五辆汽车 那真大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远处看航拍 是个尖 走到近处看 想想吧 对其实是一个平面 但是走到那个平面的 就是最紧头的 那个要往下滑的 那一下的 还是有点那个感觉的 其实到大布洛斯 还有一个地方 跟维苏维火山 可以说是齐名的 我想沈南应该知了那地儿吧 是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 旁贝古城 看来今天潘蕾 也是要带我们到 旁贝古城 去考考古 看看险 是 一块走吧 旁贝古城 位于维苏维火山南路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 依托于地中海天然两岗的 小渔村 旁贝 逐渐发展为城市 几十年之后 它山谷云集 成为仅次于意大利 古罗马的第二大城市 火山冲击 然而不幸 在公元79年发生 维苏维火山爆发 使得旁贝古城瞬间消失 从中午1点 到第二天早上7点 18个小时的时间 旁贝遭遇火山爆发 四次熔岩流 和三次灰尘暴袭击后 被彻底淹没 1594年 在被遗忘了1500年后 人们无意间发现了 这座传说中的古城 因为数米厚的火山灰 像时间胶囊般 密封了整座城市 所以人们惊奇地 看到了旁贝当年的古养 如今人们可以像 当年进入旁贝城一样 漫步在宽敞平坦的大街上 感受当年旁贝人的生活 被火山灰掩盖的旁贝古城 终于被我们再度看到了 但是已经不是昔日的样子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像我们刚才 所说的那种心理 越不知道它什么样 越想去探寻 我特别想知道 潘雷探寻到了什么 神奇的地方 有意思的地方 我先说它以前 有多么繁华吧 先给大家知道 所以你就能够 大家估量一下 我告诉你 这以前旁贝古城 就类似于它这个 当时古罗马的 经济开发特区 这个地方等于是 一个经济文化的 一个前沿 怎么才知道 它是一个经济文化的 一个前沿呢 就是它整个城市的 一个规模 开始发现的时候 只是里边的 一小部分的这个房屋 在长期地发掘的时候 就是越发掘越多 越发掘越多 后来才知道 它城市如此之大 当时在评判古罗马 整个一个城市 是否是大 还是中 还是小型城市的话 要有三个建筑 那第一个呢 就是罗马人 必须要去的 一个澡堂子 它应该是在 城市的最中心的 另外一个 它还有兜售厂 大家都知道 罗马是有兜售厂 这肯定是 一顶一的城市 那他们生活 应该是特别好吧 就如果这个城市 也有兜售厂的话 说明它的级别 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刚才我们在这里边 看到什么 还有歌剧院 所以也有说吗 这是一个 能不能说呀 香艳的酒色之毒 完全可以 真的是香艳的酒色之毒 我们把它想象一下 如果到晚上的情况下边 你看这个 整个这澡堂子里边 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这些客人 在里边一边洗着澡 一边砍着劲 那就是现在 世博先见 是吧 对 更谈成 洗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聊 你说你这批鱼过来了 我想用那个二匹马换 然后所有生意都在那里谈 握手就出去了 出去那咱旁边吃一顿吧 面包店 咔 烤着面包香味 你看刚洗完了 身上乏呀 肯定都饿嘛 让你这么一讲 我怎么都有点饿呢 这里有看着 就让人口水直流的美食 哎呦 香菜油条就着那个辣酱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比萨老店 撕开里有热气 带着那香味一上了 说着满嘴都吹 城市一对一 继续带您开启 双城美食之旅 谢谢 好嘞 八块钱一碗的锅巴粉 哎呦 真香哎 红油 肉 口感怎么样 香香辣辣的 这个辣也并不觉得很过头 而且这个粉的口感是很扎实 真是太好吃了 但是你要是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同仁 你得这样吃 嗯 跟着吃 油条稀饭大家一定很熟了吧 可是这样的油条稀饭 你见过吗 亚欣 我都不知道这怎么吃起来 这个很简单 只要把它搅拌均匀了就可以吃了 哦 辣拌油条是吧 哎呦 很饱满的香味 而且它这个咸淡程度刚刚好 敲油性吃得多开心 别着急 真正的同仁大菜可还没上场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同仁的菜市场 我已经闻到了新鲜的味道了 这样吧 咱俩分个工 怎么样 好 我去买猪肉 你去买点萝卜和辣椒 好 这样我们就能尽快吃到了 走吧 走 大菜就是萝卜跟辣椒啊 萝卜 你往后看你就知道了 嗯 我的萝卜 辣椒 买期 何事啊 大仙 买完了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呦可以啊 还蛮新鲜的 可以啊 我这边猪肉也买完了 嗯 猪肉 萝卜 辣椒 走吧 去打餐了 走喽 不止这些菜 火锅吧 对 紧紧不止 省锅子 亚新药带流行长的 我也觉得是 都是同仁大名鼎鼎的刨汤了 光看着用料 是不是就口水直流了呢 哎 为什么叫刨汤呢 是哪个刨啊 刨啊 就是那个往外刨的意思 你看刨这个字 就特别豪宝 我们那边吃这个刨汤啊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些食材 全部都煮在一锅 满满的一锅 什么肉啊 蔬菜啊 还有那些香料 还有辣椒 我们就从那锅里面 刨到碗里 然后再从碗里 刨到嘴里 哎呀 这一口的满足感啊 爱跟你讲 这可比筷子加得过瘾呢 还是用勺比较多瘾 咱再看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刨汤 哇 我还以为是汤呢 结果这里边的料可够实在的呀 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豪华版的 萝卜猪刨汤 咱们这边萝卜加猪肉 就是豪华版了 还真不是这样 来 你尝一会儿这猪肉 看看和你平时吃的 有什么区别没有 哦 猪肉 五花肉 我尝尝啊 看你吃我都流口水了 哇 我也流口水 嗯 很辣 但是啊 好香啊 它这个皮 刚才我吃了很长的一条 嗯 这样口感很不一样 有没有感觉 类似于萝卜的口感 哦 还真是有一点点脆脆的 这就是我们同仁特色的萝卜猪 哦 萝卜猪刨汤 跟刘姓买的那个萝卜 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们那边的 这有一种猪 叫萝卜猪 哦 嗨 原来之前是晃电咱们 对 我看这里边 除了五花肉以外呢 看这个还有猪血 猪肝 还有很多青菜 都在这里面 那是说这个猪 是吃萝卜长大的吗 嗨 它是长得像萝卜 啊 啊 咱说说吧 真的假的吗 他说萝卜猪 是因为哪有猪 长得像萝卜嘛 我觉得是难说那个 就是吃萝卜长大的 还能接受 对啊 但是就已经有点夸张了 我们那萝卜猪啊 它不光长得像萝卜 就像刚刚刘姓说 它吃了一口 它清脆如萝卜 而且咱们这萝卜猪啊 它还是黑色的皮肤 你看人家 你看我干嘛 还打量 还是我黑色的 我是那萝卜猪是吗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跟你皮有点像 跟我衣服有点像 对 您今天穿的衣服有点像 咱们那猪就黑 那不行 我脱了里边是萝卜 那你今天难逃干系了 来吧 行 继续说吧 萝卜猪好在哪儿 咱们这个萝卜猪啊 它是生活在 范进山脚下的 小资二师兄 咱们这个范进山啊 你看它每立方米 就十多万个富氧离子 那是天然面膜呀 这生活在范进山脚下的人 这皮肤都特别好 这紧致肌肤 有弹性 你看生活在 范进山脚下的 小资二师兄 这每天呼吸着 这么好的空气 这喝着我们那边 那么天然的水 吃着有机食物 那你看它的皮肤 能不好吗 吃起来口感 能不像萝卜吗 那这道菜 其实是因为 这个猪非常好 猪的品种好 那个肉 我还没缓过神来 就是我在想象 他说的猪肉的口感 有吃萝卜的那个脆劲 胶原蛋白足嘛 那就是讲的 这萝卜猪 其实最讲究 就是吃的这皮是吧 对 还有 其实我们那边 有萝卜猪刨汤 就刚刚这个 刘欣他们吃的这个 我们那边有吃刨汤的习俗 就是杀年猪 过年的时候呢 就杀一头猪 叫上清末好友 一起来吃 吃的就是一年一次的 这个美味 吃的就是人情味 可能我们现在想吃 萝卜猪 刨汤就可以随了 但是我问我爷爷 那个年代 不是你们那个年代 吃刨汤猪 幸福吗 哇 他满眼闪烁着光芒 他就觉得 那个年代吃刨汤 就最高标准的宴席 真的就是吃的贵族饭 没有四个小时 不能下桌 中途有人加菜 加肉 加酒 加汤 特别幸福 满足吧 用我爷爷的话来说 吃完了以后 这酒醉肉饱之后 就擦着油腻的嘴感叹 哎 日子真好 都不是酒足饭饱了 我们是酒醉肉饱 哎呀 叫刨汤 对 非常香 也让我们认识了 这个特色的同仁美食 我还真的没吃过 有机会咱们一块去刨一刨 吃够四个小时 感受一下酒醉肉饱的 酣畅淋漓 确实生活真美好 我们再去看一看 纳布勒斯有怎样的美食 意大利菜系丰富 菜品众多 因此人们也称 意大利菜为西餐之母 而说到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 当主比萨里 意大利哪个城市都有比萨 但要吃到最地道 最正宗的比萨 就要来到纳布勒斯了 因为比萨的发源地 就在这里 不大的纳布勒斯老城 有大小1200多家比萨店 即使您吃上一年 也无法尝遍每一家店 但如果你只有一次 品尝比萨的机会 那就一定要去老城的 达尼凯来比萨店 这家店虽然看上去不起眼 却是创建于1870年的 百年老店 并且这里考制的比萨 也是纳布勒斯最好的 150多年来 这里的师傅们遵循家族 传统的制作方法 从未改变 我们的嘉宾潘雷 来到纳布勒斯 当然不会错过这里 而且他还选择了 招牌的玛格丽特比萨 快来听听这种比萨 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吧 看起来寻常的披萨 但是据说在 纳布勒斯吃到的味道 真的是很美味 是吗 吃遍整个意大利的话 如果要吃 玛格丽特比萨的话 就一定在这家店吃 为什么这个披萨好吃 就是这个披萨 并不是在上面放的 这个酱料有多么好 就是一定能要吃到 年代感的手艺感 是真的能从这个披萨体现出来 手艺感怎么吃到 你看 如果去这些百年老店 你别看门口堆着那么多人 这个玛格丽特比萨 应该是在所有披萨里边 做法最简单 用料也最简单的 它就三样东西 面饼 然后上面再搁点这个 西红柿酱奶 西红柿酱 但是你看它这一个披萨 从它的揉面 到最后放到这个盆里边 我估计大概就五分钟的时间 极其简单 但是就这么几个动作 五分钟的这几个动作 你要是练上三十年 和练上一年 做的这个披萨 一定不是一样的这个味道 为什么 这就是一熟练弄出来的 这个面在它手里边 它一抓就知道 应该用多少 撑完了大了以后 而且这个披萨饼 一定是中间薄 两边厚 它那个烤炉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每一块披萨 在什么时间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它心里全有数 他那老师好像特别专业 我这对吃 那是非常的喜欢的 吃这个披萨 应该是上手吃 过瘾吧 就是那个 就跟那陶一样 对对对 你在那个百年老店里 先是视觉上面过瘾 就看人家这啪啪几下动作 然后在里边翻饼这个动作 然后拿上来的是味觉的过瘾 你就闻着这香味 满屋全都是这个烤饼的这香味 上来了以后 你看 撅开来了是俩声 第一个旁边是喀拉 因为外边那一圈啊 都已经烤酥了 先是喀拉 然后是撕开的那饼 撕开里有热气 带着那香味一上 撕一三角 一定得拿到手里边 趁着还没凉的时候 把那尖往里边一送 哎呀 这旁边在弄你们那泡汤 还惦记人家的泡汤吗 我们那泡汤的颜色 是吧 一卷 哎呀 这就好吃 站着泡汤吃 或者拿着那个披萨 从泡汤里面 包着泡汤的肉 你这新吃法合适 对 咱们用那个 就泡嘛 这有点囊包肉的意思 对 改新疆食品 红人的花鼓舞 究竟有多精彩 不如我 经典名曲 《我的太阳》 竟然还能这么唱 你喝了一杯 我两杯 还没醉 不错 不错 城市一对一 继续带您开启 双城文化之旅 不如我 巴鼓舞 是一种以牛皮大鼓 为道具的苗族民间舞蹈 有120多种动作坛 花鼓主要流传于 唐仁地区的松桃苗族自治线 分为两面鼓和四面鼓 花鼓舞者时而敲击鼓面 时而并肩舞动 虎步热情温放 场面气势磅礴 畏畏壮观 谢谢大家 真的是好精彩 是吧 震撼 大家其实在表演的时候 除了肌骨以外 还有很多脚上 手上 还要跳起来的动作 虽然我不知道大概的意思 但是这每一个动作 都是有含义的 我们可以问问他们 你好 那刚才这些动作 有什么具体的讲究 有的 有就有波容 插压 打刀 还有挑战美女梳头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 一些场景和动作 那您能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比如您刚才说的 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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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这样的 这是在鸽骨子是吗 在鸽骨子 怎么样 试一下 好呀 看着其实挺简单 我要陪你一起好不好 来来来来 一起试一下 来 左手去下骨 我这边是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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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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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起来简单 我觉得两个手配合起来的时候 老是够上左手 右手就老忘记 哎呀 其实简单的这么体验了一下 让我觉得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个花骨中 尤其是这个四面骨 它本来这个骨声中 已经有着磅礴的气势了 同时呢 它又是那么的接地气 还是刚中有柔 柔中带刚啊 没错 值得一看 是的 我觉得刘姓总结得非常准确 刚中有柔 柔中带刚 而且我们发现还打出了花样 那现在呢 这个花骨骨除了成为一种表演形式之外 是不是生活已经离它很远了呢 没有 现在咱们这个花骨骨啊 已经融入到了苗族人们的生活和民俗当中 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来衡量女婿 敲骨衡量女婿 打得好就行 打得不好就不行 哎对 还真是 呦 你跟我们讲讲 我这懵的 这苗族女生的婚嫁 从来都是凭自己做主 很少包办 然后女生喜欢的男生呢 第一次来到家里面 这女方的父母啊 就会在家门口放一棉花骨 这个就叫蓝门骨 这打得好 那就抱得美人归 打得不好 这寨子里的人也不愿意帮你说话 这样的可能在那儿就得打根棍了 要不就叫上我 跟爱情有关的花骨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 纳布勒斯有怎样的特色文化 会跟爱情有关吗 音乐是纳布勒斯文化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这座城市中诞生了第一把曼陀林 作为意大利清歌剧起源的 纳布勒斯宁歌 也在意大利占有重要地位 您也许听过 《我的太阳》 《纳布勒斯宁歌》 《桑塔路奇亚》等著名歌曲 但是您是否知道 这些歌都是一百多年前流传的 纳布勒斯宁歌 纳布勒斯宁歌的曲调 与当地分别图形 它满热情而优美的旋律 再加上特有的小华音 使得它在意大利歌曲中读书一句 如今 纳布勒斯每年都会举行名歌大赛 在纳布勒斯街头 美妙的曼陀铃声一旦响起 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歌唱 你不觉得有音乐的地方 那儿的百姓的性格 就是非常的阳光 你跟我们讲讲吧 看来是要说这纳布勒斯宁歌了 对对对 其实刚才看《帕罗伊》 在那儿唱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都自己想跟他 去唱一下那个感觉 如果这样一个城市 这个人如果不爱音乐的话 我都觉得说不过去 特有意思的是 他们很多这个词啊 就是虽然用老的这个曲调 但是里边词都是自己献编的 剑什么唱什么 对对对 类似于就《我的太阳》 啊 我的太阳 今天我们俩喝酒 你喝了一杯 我两杯还没醉 不错不错不错 一大利你再来一遍 还是挺把我都给你唱的 我们都说那边的曼陀铃 是最早的 而且它曼陀铃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我当时还问过他们当地人 我是说你这曼陀铃 为什么越做越小 特有告诉你 这个曼陀铃越做越小 是因为它有了其他的用处 就是搞对象 哦 跟我们 跟他都很像 你要给女孩去唱情歌 并且还要把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搁在情歌里边 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要去唱 但是人家当爸的人就不愿意吧 你这大晚上呢 你说你这个勾到我们家闺女 在我们家楼下唱歌 你勾的就勾的吧 你还把你们俩事让全小区的都知道 所以就肯定就下一打去 他那琴太大 他抱着没法跑 所以一个是便于隐藏 一个是便于这个躲 老爸爸来一把 对对对对 这个故事真不是我编的 而且是当地的一个专门唱这个名歌的 就他们是专业乐团的 这里边的乐团的人跟我讲的 我真是还是那种感觉 你看像花鼓 它有这个律动感 像这个拿破里民歌更不用说 可以说传上世界了 就这个音乐啊 这个律动啊 是最能够激发我们心情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 拒绝什么都不能拒绝旅行 因为旅行可以看到我们 平时在家里想不到 看不到的美景开阔眼界 您拒绝什么 您都不能拒绝 每个礼拜日 收看我们的城市一对一 因为我们可以带着你 足不出户去旅行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